在郊外游玩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一家人来到一处奇怪的建筑上 他们顺着楼梯一直往下走 完全没意识到危险 正在向他们靠近 调皮的小女儿开始嬉戏打闹 一旁的母亲让他们小心一点 可突然女孩的脚踩进了坑里 母亲赶紧过来帮忙 可没想 消防员见到报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原来这里曾是一处导弹基地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加固发射警了 三个女孩非常担心自己的妈妈 她从洞口掉了下去 生死未卜 消防员很快制定好救援方案 他们分为两组 一组直接从洞口下去 以最快速度到达底部 另一组来到旁边的安全通道 用钳子剪开锁链 带上需要的装备与他们会合 第一组队员很快就到达了底部 发现女人身受重伤无法动弹 经过他们检测 女人盆骨出现了骨折 而且腹部温热 应该有内出血 这也意味着她的内脏遭到了严重的损伤 他们决定尽快将女人送去医院检查 但此刻却遭到了这位母亲的拒绝 她知道自己的伤势有多严重 很可能坚持不到医院 她需要与孩子们做最后的道别 这是她最后的心愿 消防员只好答应了她 她与上面的队长取得了联系 队长一下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把无线电交给了孩子们 让他们跟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大女儿非常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贪玩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每个人都会感到很严重 或瘫痕 只会感到很严重 只会感到很严重 然后那是当你会感到很严重 然后那是当你会感到很严重 你会感到很严重 跟你会感到很严重 和你会感到很严重 然后记得 我爱你 我会感到很严重 我们会见到很严重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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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大女儿早已泪流满面 另一头的母亲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消防员将她台上担架 并给她戴上氧气罩 希望这样不会引起她们的怀疑 两个小女儿以为很快就能和妈妈见面 唯独大女儿明白 一切都回不去了 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妈妈 消防员在车上通知了她们的父亲 几个月后 父亲带着她们又来到了这里 I miss mom It's okay Look She's right here